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来 哈喽David 你好 哈喽David 你好 哈喽主持人 你们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有大家再来跟大家分享 David 你上次有提到过说 申请大学好像有一个timeline 好像有个时间线 观众朋友们可以怎么样开始 从什么时间开始准备 有什么规矩或者是要注意的呢 哇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 因为大学的教育是牵涉很多家庭父母的最关心的部分 那如果是分两部分来考量的话 一个叫做大学的申请 我们叫college admission 一个叫做financial aid 或者说大学的教育基金的准备 那我们先说大学的申请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 通常是在这个12年级初开学的时候 10月份就要开始准备 那有的是所谓的就是说early admission 或者early decision 这些就是在10月份就要开始提交了 那可是如果是这是指申请开始 可是你预备的话 那你要至少最晚最晚要从9年级就要预备 为什么 因为你的academic部分 学业的部分一个占所有申请的50%左右 所以他从9年级到高中整个4年来的GPA 这都会计算在内受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那如果更早开始 就中间还开始计划帮助孩子 在9年级10年级11年级 可能有一些课程的选择 AP的选择 专业方向的一个学习方向的一个选择 这就更有帮助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大学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基金的准备 或者是讲座基金的申请 这个可能就要更早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任何的一个基金的准备 你投资越早 加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复利的增长 才会有更好的果效出来 所以最好是从小孩出生以后 如果父母要预备帮他做一些教育基金 那就要开始定投定存 找一些对的投资方法 来做一些 尤其做好一些风险的掌控 来帮助他在17年 17岁的时候 要上大学的时候 他有一些可以从父母来的一个帮助 或者是争取可以拿到大学 更多的讲座基金的话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其实你要是从 这个最晚要从9年级10年级的这样一个税入状况 会对 Balance A的讲座基金申请会就会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那当然你可以在12年级收入 申请的时候 如果有比较大的调整 可以争取去做一些peer 或者是重新的做一些 这个跟每个大学的讲座基金的申请的办公室 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所以基本上几个重要的 他们如果是教育基金 越早开始越好 如果是大学申请 包括讲座基金申请 最晚最晚要从9年级10年级 就要做好一些调整和预备 很重要的就是早早做规划 我刚听到就是复利效益 能够越早规划赚得越多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们都想省钱 都想要能够申请到更多的讲学金 他们比较担心的是说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资产 包括你刚才说到小孩子的资产也会算到里边 那有的小孩子在高中的时候 可能也会打工 也会有收入 那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申请更多的讲学金呢 当然如果小孩他做一些暑期工作 或者是打工 可以帮助他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历练 和甚至一些学业方向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intern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建议就是说 是从9岁以后开始 到这个 11年级最晚到11年级 因为你的 12年级的 一开学的申请的时候 他会根据你最近的一个收入和资产状况 来做 尤其是资产 资产是一个必须在12年级以前 你要做好一些对的调整 才可以争取拿到更多的讲学金 前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小孩子的部分 他的计算比例会比较高 因为是他上大学 不是我们父母上大学 如果他的资产 比方说有5万块钱的话 那他就会根据联邦和私立大学的 不同的计算方法 可能会影响到他 到1万甚至更多的 这样一个讲学金的减少 所以这样的话 就要提前做好一些调整和预备 反正不管怎么样 越早准备越好 你这边还有好多问题 对对对对 也有家长说 刚上次David有说到 有一些数据和工具 可以帮助到他们在大学的 投资的性价比比较 或者回报率上 可以有一个计算 观众朋友就想要问 有哪些地方可以找到这些数据 他们都想要自己做做功课 因为我们这里的父母 很多人都很爱DIY 对 其实我们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其实网上有很多的information 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说 计算一个大学的net price 就是说实际上你可能预估 你上这个大学会有需要多少费用 那每个大学它其实都会有叫做 net price的calculator 那它会帮你预估预算一下 根据你目前的一个资产状况 你的收入状况 小孩的资产收入状况 然后它的现在目前这个学校的 这个cost attendancy 这个费用状况 它能提供多少的一些need based 或者是merivest的假学金 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个估算 没有一个它不会为你很详细的一个财务状况 所以大概是一个估算 这当然会对你会有帮助 但如果说你要更清楚的 比较能够精算 前面我们提到说 尤其不同的大学 尤其私立大学 那如果是公立大学的话 通过FASA联邦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来做一个efc的计算和你的 这个能拿到大概多少的 或者是计算最后上大学能够需要 自负额的这个部分 会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标准比较精准一点 但是有些私立大学 我们说尤其是通过这个css profile 这样的一个申请 那它是每个学校都需要有一个单独的 这个申请的奖助学金的这样一个application 递交上去 他们有的计算方法又会有些不同的差别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些状况很多 很多家长是认为说 我联邦拿不到 就认为说 OK我可能私校也拿不到 这个就不一定 尤其是很多好的私校 通常在eBay上的这样的一个奖助学金 他们给的非常慷慨大方 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几年一天有帮助一个家庭 他们小孩非常非常好申请到了这个普林盛大学 那他其实拿到了这个browns和work study 这样的一个奖助学金五万多块钱 其实主要是nebased的 那所以它实际上要支付的这样的一个大学所有的费用 一年大概是在两万多不到三万 这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 有了解当然可以找网上很多的资源 然后当然每个大学自己的网站上有很多的information 需要花一些声去dig in去找 也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帮助 但是也有很多的网上的网站 就是说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 甚至一些误导性的这个信息 所以这个需要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帮助 能够跟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 或者说可以把一个对的information的这个resource 可以找出来给你 找专业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我们当初小孩子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是网上一算 我们一定拿不到任何的奖学就在报纸 好可惜 如果那时候早点认识专家有多好 对对对 所以David我蛮想知道说 如果是问专家的话 我们可以请教哪些问题 专家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具体的一些帮助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小孩申请大学的时候 第一个要根据他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状况 小孩的这个兴趣爱好 然后选择一些大学的可能的列表 比如说小孩有他的 根据他的专业 他的兴趣 他找出一些学校的这个列表 比方说他是DreamScore 他的一些TargetScore 然后甚至一些备用的一个Score的申请 那根据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根据这些大学的状况来做具体的比较和分析 这些大学能够争取拿到多少的奖助约金 然后大学的毕业率是多少 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毕业以后的这个起薪是多少 甚至考虑这个大学的录取率是多少 能够做一个具体的测重点的申请和排名 能够让他可以有目标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申请 和这样的一个帮助 那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need-based的申请 讲最近没有那么多的话 或者这个家庭是一个高输入 高资产的一个家庭的话 那可能要争取一些拿到更多的private的这个助学奖学金 我们叫做parsual的这个scotship 那其实还有很多从学校本身有的 或者是州的 或者是一些profit non-profit的机构 甚至组织和公司都会有一些这个部分 那也可以争取做一些 这个是我们可以用专业的工具 可以帮助大家做 这方面有很好的一个申请 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challenge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申请 每个不管是入学的申请 还是讲助学员申请 他们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个timeline和due date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专业工具 可以帮助你做一些这样的一个 在cloud里面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提醒 和帮助孩子在这个部分 不要miss掉这些due date 都会有一些系列的这样一些帮助 那最主要就是说 通过一些专业的工具和专业的帮助 让你比较不会在这么多网路的这样一些information里面 迷失或找到一些错误的information 然后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这个很重要 找专业真的太重要 好想问一下专家 大家一定会想说 那如果找David 我们有没有折扣 要不要花钱呢 你来问你来问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很担心的是说 一听到专业两个字就是花钱 所以我们蛮想知道说 找专业的人士 是不是我们要花出去很多的钱 说不定没有成功了怎么办呢 荣幸有这个机会优势邀请我 那我也愿意就说帮助 这个所有在优势的好朋友 不管是观看优势的节目 或者是在网路上或者在本地的 如果你观看我们节目看到 我们会请我们的导播 最后把我们的联络方式放上去 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可以提供免费这方面的咨询 至少一次的咨询 帮你计算一下 你可能拿到的这个EFC 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根据这个 我们再来做具体的分析 可以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 在这个小孩申请大学 和大学这个奖助学金 大学教育金这方面 我们相信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庭 来祝福下一个generation的孩子 可以更好的教育 观看优势 绝对会有好康 谢谢我们专家给我们提供免费一次 你等一下马上联络他 他可能还在打工 想赚外贯 太棒了太棒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解决你的人生梦想 才发现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别忘了订阅 分享 按赞 记得小铃铛给他摇起来啰 拜拜 拜拜 拜拜